什么是外婴烧痒 张俊肖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 主任医师 外婴烧痒这个是一个症状 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 因为外婴的话 它那个特殊部位 潮湿 有的时候穿的那种内裤不透气 再加上前面因为有尿道 后面有肛门 那种分泌物的那种污染 所以的话就可能导致那种炎症 除了有炎症可以引起 其他的真身性的 有一些癌症病变 比方说外婴的所谓的营养不良 它也可以表现出是外婴烧痒 当然少部分极少数 然后是外婴的肿瘤 它也有可能 当然还有的话就是 阴道这些有炎症 比方说有念珠菌性阴道炎 狄虫性阴道炎这些 分泌物的刺激 它也可能引起外婴的烧痒 所以要根据不同的病因 然后的话有针对性的治疗 专家提示 一 外婴特殊不未潮湿 内裤不透气 分泌物污染都可以导致炎症 二 增生性癌前病变 外婴的营养不良 外婴的肿瘤 也可以引起外婴烧痒 三 阴道炎症 比方念珠菌性阴道炎 低虫性阴道炎 分泌物的刺激 也可以引起外婴烧痒 需要进行针对性治疗 分泌物的适 市值